那么随着天空一号目标飞行器载入大气层的预测窗口关闭越来越近 有人担心天空一号会不会在坠落的时候危及地面呢 因此在3月3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天空一号载入大气层 一直按照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 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处理此事 中方已经多次向联合国外公司通报了有关情况 保持信息公开透明 中方也会事情在必要的时候与有关国家进行沟通 而根据严密监视和科学计算 天空一号大部分器件将在返回大气层的过程中 稍时销毁 对航空活动及地面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极小 地球表面70%被海洋覆盖 航天器的残余碎片落向人口密集地区的概率非常小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 大约有15000吨以上的人造航天器的残骸落回地球 但是从来也没有伤害到人口密集地区的居民 这一段階段底部